你好 欢迎收看5月25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面对高龄化社会 如何让生命离开的有尊严又没有遗憾 华联县卫生局25号举办预约爱的礼物 安宁疗户记者会 透过华东基金会200万元 结合县内医疗居家社区等照护机构 期盼传达给民众生命自主规划的课题 尊重每个人对健康余命还有生命价值的决定 华联县卫生局长朱家祥 以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经典歌曲 为记者会揭开序幕 卫生局长以自己父亲为例 表示父亲生病前曾表示 未来若面临长期卧床就请让我离开的决定 我的父亲其实在他当我当医生的时候 他就曾经明确的告诉我 如果我得了一个病是无法回复 长期卧床请你让我离开 我爸爸跟我讲这句话 我勇气在心 这两天我去知悉学家族地方看我爸的时候 我们的护理师跟我说 你爸不愿意讲话 对他不愿意讲话 然后初谈的时候呢 一个陆目相似 看着护理师眼睛瞪着他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不享受这个苦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很增长 我是一个医师 我也知道我爸的心愿 但是我一定要尊重我妈妈跟孩子 所以在医院里面来玉立医组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当事人要你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而是必须要把家人一起找来 在医疗团队充分的沟通 了解说明之后 然后才把他未来所要走的道路把它写下来 华林县卫生局25日举办 预约爱的礼物 按宁流户记者会 今年将运用花东基金200万元 结合医疗院所及社区资源 将安宁疗户的观念 阔及社区和家庭 鼓励民众玉立医疗决定 能够自主选择有尊严的离开 那安宁的部分我要谢谢我们慈禁 之前就已经互建了联心心领病房 那我们门诺有加免病房 而我们现在在机构的部分 未来也可以在机构安宁很重要的 还有可以做居家安宁的部分 健保也不给付 所以他所收费用 目前来讲 花莲大概是2000到3000左右 但是跟全国比起来 我想这个价钱还算是比较低一点 那当然我们其实为了推广玉立医阻 那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参与 所以事实上在很多医院 在这个部分都还有一些优惠 比如说夫妻一起来 可能另外一个会有一些折扣 花莲地形狭长 提供临终疗户的医疗院所 多半在北区大花莲 今年推动重点 将于42间居家护理所合作 也结合老人会妇女会等社团 以及安宁照顾基金会研发的桌游 让长辈在过程中了解生命价值 提早自主规划 让人生最后一里路不留下遗憾 接着长包园华联师报导